我 男后期 应该是世界上最需要平板的人了 因为在我的数码生活中 平板举足轻重 可iPad对我来说真的太贵了 平板还给我 我要用啦 樊哥 我们从头再来 我们小米也是有头有脸的 你不要逼我 他们的内侧分 都被我降了 我一发烧而生 全都过去了 没过去 我还没死呢 我已经背负了骂名 不想再让你步入后尘呐 小派 你醒一醒好不好啊 算了 我等了三年 就是想等一个机会 我要争一口气 不是想证明我有多了不起 我是要告诉人家 我失去的东西 我一定要拿回来 小米平板5Pro 潜心修炼三连 终于来到了我的手里 它不重518克 很鲜薄 不足一枚硬币的厚度 捧在手中很轻松 但举在脸上黑困难 所以它时常都是靠着 立着 躺着 虽然是塑料的口干 但磨砂的处理 手感不错 棱角分明的它 整体观感比较精致 这是我的办公桌和周围环境 作为一个极简生活的追求者 我需要平板 让我的办公桌简单点 简单点 再简单点 现在 这是我整洁如新的工位 一个11寸的平板 不占过多空间 8600mAh的大电池 续航足够一天 桌面再没有电源线缠绕的烦恼 办公桌直接从档丸之地 变成了广阔的大草原 空闲之地 我还可以放上一些小装饰 看看它们凌乱的桌面 看看自己整洁的桌面 心里便觉得神清气爽 工作起来觉得事半功倍 你这垃圾岂能藏啊 虽然我不追求极致的生产力 但是键盘 笔 我是一定会买的 在我眼中 是它们让平板 很区别于手机和电脑 猛的一眼看上去 挺有身杂力啊 天天背个平板上班 没少摸鱼吧 我看你天天背个死做死做的电脑 效率也没见得多高啊 官方键盘套 敲麻打字 简单办公绰绰有余 没想到的是 这个键盘的手感还很不错 按下去的时候 是一种形成恰好的感受 回弹也很有力道 不再是按在木板上的感觉 打字很轻快 因此我用它写下了 小米平板5 Pro的稿子和官网更新 以我的需求来讲 这块平板和键盘搭配在一起 是非常好用的 甚至可以说 比我这块打了不下10万字的蝴蝶键盘 舒服很多 不过在我们办公室 特别是坐在总监旁边的我 这样干净的桌子是不会存活一天的 行吧 看着总监楚楚可怜的眼神 我选择饶他一命 让我走 正值秋高气爽 阳光微风 刚好之际 我只需要带着我的平板 找一个安静 视野开阔的公园 坐在长椅上 放开平板 就可以开始投入工作 鞋累了 或者眼前的风景腻了 合上 站起来就走 这个时候再配上一段BGM 除了写稿子的任务 其他的临时工作多数情况下 小米平板也能胜任 用Lightroom处理图片 适配了横屏 功能和电脑版本也几乎一模一样 关键是 你在电脑端常用的预设 同样可以在平板上使用 搭配Adobe云 能让你电脑上的图库 无缝连接到平板 或者当你用手机拍了喜欢的照片 不想用手机的小屏幕修图时 小米互传 图片瞬间来到平板 颇有一点在使用iPad和iPhone的错觉 工作时间结束 人脸识别 打卡下班 前置800万像素 后置1300万像素的摄像头 奢求什么呢 扫码 记录信息 识别信息得了 回到家里 平板摇身一变 成为一个娱乐工具 看视频 是任何一块平板逃不过的归宿 120Hz广色域 LCD屏幕 HDR10加持杜比世界 影音体验相当豪华 当我躺在床上 坐在阳台 蹲在厕所 都能给我不间断的优质视频体验 特别是16比10的屏幕 以前在舞蹈区学习 总是看见大家 求树屏 我纳闷 树屏有啥好看的 直到有一天 我拿着小米平板 我去 Dancer完美的节奏 有力的动作 还有清晰的画面 这真是我从未有过的传心体验 以后舞蹈评论区也必有我一句 求树屏 骁龙870处理器 搭配上高刷大屏幕 玩游戏的体验确实很不一般 不会感受到严重的发热 画质和帧率都比较稳定 但我不会拿平板玩游戏 因为我需要重新去适应平板的 按钮布局和操作方式 而当我的肌肉记忆习惯了平板的按钮间距 用回手机玩游戏时 操作习惯会再一次被更改 这样设备反复切换 带来的操作改变会让我非常难受 而且500克的平板拿在手上玩游戏 怎么玩嘛 平板在我的手里还有一些其他的用途 首先就是这支笔 它能写能画 并且延迟不高 体验很不错 虽然它没有键盘那么被需要 但是手写也有独特之处 就好比手写我可以任意排版 不用一行一行的写 重点我可以用记号笔 一滑就完成了重点标注 弹吉他的时候 把曲谱存到相册里 屏幕正好展示了一页谱子 就好像是一本纸质的曲谱 让我从容的弹完一大段 再去翻下一页 相比我之前用电脑显示器放大之后 弹个一两下就去调整位置 方便很多 平板很依赖生态 小米平板5 Pro在沉浮了三年之后 系统体验并没有质的飞跃 小米也有类似华为平行世界的功能 但相比华为可以选择是否将平行出来的页面 独立成一个窗口 小米平板并不能完成这样的操作 最硬伤的是 MIUI加这个万众期待十分实用的功能 平板居然没有 虽然现在我是内测分只有48分的人 但内测版系统也没有MIUI加功能呀 我真的是服了小米了 除了软件之间的适配 官方键盘和系统也互有隔阂 候选词的翻页 不是和电脑一样用加减号 而是上下方向键 Shift配合方向键 并不能快速选取文字 而是光标跳航 前者让我手腕90度弯曲 后者让我的手离开键盘 这些适配的缺陷 很明显降低了高效打字的速度 总的来说 小米平板虽然日常使用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生态方面的缺陷确实很大 诶 宝儿 以后你的这个平板就给我用了 呃 你知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 哟 你怎么要带着死重死重的电脑来上班了 比基本办公更全能嘛 哎哟 怎么看视频也用手机 来 来 手机看视频好辣点嘛 哎哟 岳父也打出来了 我 我 男后期 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不需要平板的人了 因为工作 我有笔记本 虽然重 唉 也不是很重 影音娱乐 我有手机 平板给我的女朋友之后 我的生活毫无影响 平板是一个很尴尬的数码产品 它没有不可替代性 比如 手机没了 我们就没办法便捷地打电话 甚至手环这类产品 它在通知身体检测这些方面 做到无可替代性 我常常困惑自己是否需要平板 一部分原因归咎于平板本身模糊的定位 另一部分是我自己也想不清楚 我需要怎样的数码生活 那小米平板5 Pro作为重新入局的新手 值不值得买呢 它在生产力这个需求出来之前 是一个合格的平板 平行世界适配了大部分软件 不错的扬声器 以及屏幕 将视频娱乐的体验最优化 但当生产力 生态的需求冠以平板之后 软硬件之间的隔阂 让它不是一块出色的平板 所以功能得6分 之前觉得3499元的 顶配小米平板5 Pro 是这个价位有利的竞争者 直到这个家伙的发布 除开屏幕相关的因素 3500元左右的价格 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iPad mini 所以性价比得6分 在适配不利的情况下 小米平板的部分操作 用起来有些别扭 比如键盘的操作逻辑 会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学习和适应 所以 一用性7分 外观不惊喜 不拉胯 只是塑料的后盖 有些偷工减料 设计得7分 最终小米平板5 Pro TESLA给出主观综合评分6.5分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 还有点意思的话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 可以第一时间获得节目更新信息哦 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